欢迎收看五期怪奇物语 和我一起踏上奇幻之旅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向浩元 节目一开始要带您来看的是 这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案子 少女离奇失踪 最后发现了遗体 不过却无法判断 到底是亲生还是他杀 种种疑点到现在都还没有被解开 2003年7月的这一天 杨妈妈突然联系不上女儿 到处都找到人 最后是邻居在花园里面 发现了小妹妹的遗体 仅仅判断 她应该是从大楼上跳下来 结束自己的生命 那应该是亲生没错啊 但怪的还在后头 大楼的监视器拍下了 小妹妹上去的画面 但诡异的是 她好像被人给跟踪 而且妈妈说 女儿没有亲生的理由 才刚刚考到两张证证 正要开始追梦 为了找出女儿死亡的真相 杨妈妈花尽了毕生的积蓄 只为了得到一个答案 18年过去了 她依然没有找到真相 2003年7月30号 姚妈妈几个大早就去上班 女儿养小妹妹也有事情要忙 她就是跟我说 她没有坐到公车 我就跟她说 7月30号是我爸爸的生日 然后我就跟她说 那你有空我就去做个蛋糕给阿公 我下班 我再带你去新竹 找阿公做生日 帮她庆祝 她说好 母女俩约好了要帮阿公请生 不过中午杨妈妈打电话给女儿 没接 我就立刻请了假冲回家看 就很奇怪 她的零钱包放在床的旁边 灯不见了 回家一看 奇怪 钱包都没拿 不是去超生吗 到处走不动 女人的下落 警察就跟我说 你要想知道 她正确的讯号位置在哪里 你就要谎称 前一天晚上她就失踪了 然后有跟我起争执 想要亲身的那种感觉就对了 她才能够写得很严重 立刻请人家帮我查 我女儿的讯号位置 我说好 因为我急了 她就立刻查出来 她说她一整天 都没有离开我们那个社区 她就在我们社区附近旁边而已 我听了傻眼而已 调出讯号位置 竟然就在社区 怎么回事 担心了一整个晚上 隔天开车到处找 杨小妹妹人呢 我就说如果她真的 已经不在人世间了 请你给我三个圣杯吧 我也是堵了那口气了 因为我已经找小孩找到疯了 结果真的给我三个圣杯 我手乱脚乱了 人真的不在世上了吗 诞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然而就在31号傍晚 社区住户在大楼后方的草丛 发现杨小妹妹 只不过成了一具病人的遗体 我看到我女儿 我真的是傻了 全身爬满了蚂蚁 眼睛真的很大 而且全身也都丝斑 这次见面却是天人勇格 养阿妈心都碎了 杨小妹被发现的时候 趴握在草丛里 手机和钥匙掉在旁边 右手上还有把水果刀 周围草地哪被踩过 警方眼判这时第一现场 推测可能是轻生 来到顶楼 杨小妹的相片就摆在围墙上 水管上采集到的鞋印 一比对就是杨小妹穿的 住在社区的左侧大楼 却沉湿在右侧大楼后方的草丛 遗体距离大楼大约3.6公尺 而大楼围墙边到底面则有18.83公尺高 警方调查现场没有打坏能机 也没有外人出现过的迹象 杨小妹真是情深吗 她就想要拼回去高雄读参旅大学 高雄参旅大学 我说那间你要很拼哦 这是她自己的方向 不是我设定的方向 如果不是学业会是未情所困吗 调出通联记录 那天凌晨她打给男友 却说觉得家里压力大要离家出走 几个小时之后杨小妹和网友通电话 说自己和男朋友分手心情不好 讯息里也提到不想活的字眼 似乎是有亲身面头 她跟她男朋友就小两口痘痘嘴吵吵架 不至于要去亲身吧 简简在回想起杨爸爸这样说过 口语上有骂她太太说 你平常讲话 那么希望女儿去死 你去死啊 怎么不去死一死 这个事情发生了 啊你现在满意了吗 当天我前夫的情绪上已经不稳了 一直以来他觉得我很强势 然后到了我女儿死了 他当下就觉得说 是不是因为我的强势去逼迫了我女儿 邻居很多都出来说 我跟我女儿前一天晚上起争执 在吵架 我们哪里有起争执 顶多就是我的搅拌器比较大声 触碰锅子比较大声影响到邻居这样子 掉出大楼监视器的画面 当天早上九点多 杨小妹妹出门 大约十分钟之后回到社区 进电梯上楼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 警方查访邻居 他们说听到了一些不寻常的声音 她有听到我女儿喊了两声 第一句比较平稳一些 第二句比较激动 就是你要干嘛 你要干嘛 然后她就觉得很奇怪 开门出来看 结果看到电梯往楼上跑 然后手扶梯就在旁边 她看手扶梯的扶手 摇晃得很厉害 不过就在这个时间点 警方比对通列记录 认定杨小妹正在跟妈妈 想电话 而且影响就是十几分钟 怀疑我女儿是非成价 我的十几分钟就讨论 我要带她去新竹 帮我爸做生日 叫她回去做蛋糕啊 没有坐到公车 那就算了没关系啊 简简不采信杨妈妈的说辞 加上财政结果 项链 水果刀色都没指纹 也看不出外力介入的迹象 推断是受不了家庭压蔽 感情因素 选择奏上绝入 但杨妈妈不能接受 她因为也刚考了两张证照出来 她很积极 她想要再去再挑战就对了 她从小是我爸妈帮我带大的 她跟我爸妈的感情很好 她不可能说阿公生日 她跑去亲生啊 她不懂哪来的家庭压力 我跟我前夫已经吵了很久了 从小到大他都知道 对 所以他并不会因为这个原因 课业也不会 因为课业是他自己追求的 感情我没有反对他跟他男朋友的交往 我只是说年纪还小 以科业为重嘛 太多太多的疑问 杨妈妈重新检释证据 相片感应词扣效都没有指纹 有点奇怪 警方只有说她的珠子太小了 不能查出指纹 可是词扣那么大 为什么也没有指纹 刀柄那么长 为什么也没有指纹 手上的水果刀没有别人的指纹 却连杨小妹的指纹也没有 这是不是人家顾不已正 把她所有会有指纹的地方都擦拭过了 回到顶楼围墙检视水管上的鞋印 要妈妈找到和女儿同款的鞋 这么一笔有了经验发现 某鞋印的方向 不是朝墙面 而是朝社区里面倒向的 往后倾倒的 没有人自杀会是做这种 往后倾倒的方向 最后检警判定 当天杨小妹拿了水果刀向上谋轻声 最后改变主意 白烤相片 踏上水管 一跃而下 她鉴定报告出来给我 就是判定她由高处罪楼判定自杀 我哥哥就去拜托高大臣法医 高大臣法医没多久她就来了 来到现场 她自己也拿尺过来量3.6公尺 自己跨在那边 高大臣来到现场马上发觉不对劲 就从6楼下来的时候 她距离这个建筑物不会超过3公尺 可是她最后在3.6公尺 我们在5楼 就是在2公尺进2公尺半 在6楼不超过3公尺 在3公尺 8楼就在3公尺而已 对吗 12楼到4公尺 她在8到12楼之间 跑股线连理我们知道说 诶 这有问题 她怀疑杨小妹如果是亲身 城市的距离不会这么远 是成锤子 一般是想起来我会这样而已 我这样不说这样跳 她平行之后最明显 所以我把她怪怪 16岁少女的死引发了两个法医论症 背部有三条抓痕 手上有一条抓痕的 刚好靠上去 然后跳下去的时候 刚好压到了 所以她那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 刀子的一个压痕的时候 所以很可能她是 还是在这个围墙的旁边 她那里挣扎的事就造成 杨小妹背后的三条抓痕 检井还有一个说法 是最柔失受的伤 后面三道伤痕的解释是 她跌落那边可能撞到 铁窗冷气去刮的 可是并没有啊 她坠落的那个点 刚好通通都避开了 冷气还有那个铁窗 背部有三条状 手背有一个抓痕 然后既然这个死者的指甲 表示她跟人家有争吵 在深浅对不对 那你指甲都没有剪了 因为已经跟争吵 一定跟对方有皮屑 可能会有抓 对会有皮屑在里面 对不对 她都没去找她都没去做 所以我当场就把指甲剪下 我就怕剪了她不相信 我就一面照这个死者的脸 跟手一起 再剪了手一起 这样就红着了 检验后查出杨小妹的指甲里 有一组男性和一组女性的DNA 综合这些疑点 高大臣提出假设 一男女刚好从两边出口 把她夹住 然后她刚好就坐在那个 就是违翔上面 不是坐她就爬上去 那两个人不一定要推她 可是说你不能摸摸摸 所以要去扭 所以电子就摘下去 她转去扭 再扭一下 扭一下 杨妈妈在床看了一次 女儿失踪当天监视器拍下的画面 这个回眸很不对劲 被媒体形容是台北蓝河事件 我女儿为什么一直往后面看 是有人在跟踪她 还是她曾经被人家尾随过 所以她要一直往后面去看 是不是有人追过来之类的 然后到了最后一个画面 她往楼梯口上面看 是不是曾经有人在那边等着她 所以她要去注意一下 那个地方有没有人藏匿在那里 执甲里留下的男性DNA 杨妈妈的第一直觉 那就是女儿的男朋友 像我去询问她的男朋友的时候 她男朋友出现很激动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她说是她自己想死的 她自己要死的干我什么事 我就觉得很奇怪 她又出现当天 社区里住户的反应 也让杨妈妈觉得不寻常 走过来跟我们家属说 我女儿她就是助跑跳楼自杀的 可是我们觉得很奇怪 我们看监视器画面 李姓主委当天我女儿失踪的时间点 她并不在社区内 说的好像情眼目睹一样 还有监视器里那个回眸 杨小贝看到了谁 让她这么担心 这时候杨妈妈脑海中浮现了一个人 他们是同年级同学校 从国中的时候 这个无姓少年就是爱慕她 常常就是纠缠她 那种骚扰比较疯狂的一点 加上那时候监视器画面 是连结电视的 所以只要打开电视 就看得到监视器 就可以掌握我女儿的心中 她工时和监视器画面不符合 她说她一大早就离家去学校了 然后有鼠羞 可是社区监视器排下 五同学这下午五点多 和妈妈出门 杨妈妈怀疑她在应免什么 我觉得她好像就是 一直在虚盖着她的事实一样 不过最终把关的调查结果 和检禁一样 认定杨小妹亲身的可能性大 加上无姓少年和杨小妹 只封名的男性E&A 性别不符排除她涉案 但这男性的DNA会是谁呢 然后我要求说 可以验整栋大楼当天在的人吗 她说不行因为是自杀 16岁少女的死流言四起 有得甚至把矛头指向了杨妈妈 她死了六年到现在 我没有领过半点保险金 而且我把我的积蓄 全部投入在她的案子里面 我现在也是把我身上的钱全部发光了 对 我有时候我也是 有时候靠我哥哥借钱给我 有时候靠我朋友借钱给我 对 我甘愿啦 因为我要真相 不愿接受女儿是自己想不开 而且还有一组DNA 这问候没有解答 背上的母亲还在等待真相 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到了最后四处求神问谱的时候 人家都说她有一直跟着我 我说我其实也有感觉到 希望我继续帮她坚持下去 就可以了 接着带你来看到同样也是失踪案 还被称作是蓝壳事件的翻版 时间先回到2017年 桃园中立有一名女子进了大楼之后 突然间消失不见 心急的妈妈找不到女儿 赶快报警 警方调阅大楼的监讯器 发现她是跟一个通气贩 一起进入这栋大楼 她的消失会跟这个人有关系吗 警方还透露 他们在侦办的过程当中 好像有一股神秘力量 在阻止警方挖掘真相 怎么会这样呢 心急的妈妈为了找女儿 到处去求神拜佛 甚至还找来了同龄师 结果同龄师告诉她 你女儿在永安浴港 很巧的是 前几天妈妈才碰见 女儿在很深的水地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母女联系吗 因为我碰到我女儿的时候 她是在水的地方 而且是这么深 特想哭 因为现在在跟她连结的时候 她就是等于还是处于会哭 因为她不知道怎么回来 她找不到路回来 女儿到底去了哪里 是生还是死 让母亲这些年来日夜难免 就是一开始去敲门的时候 她妈也有跟去 那她妈一开始就 有对我们同事说 她没办法呼吸什么的 她就觉得呼吸困难 然后她好像看到她女儿的头在门上 她那时候是这样跟我们同事讲 其实一开始是因为要找一个失踪的女生 那因为一开始她妈妈来我们所报案 说她女儿都没有回家 下去警方原先以为只是单纯的失踪邪寻 但案子办下去不得了 太多不寻常 那后来我们就是有去她家里 调她家的附近的监视器 她有看到就是她从她家里 晚上11点从她家里离开的时候 有上一台计程车 就白排计程车 那我们有去追那台计程车 那司机有跟我们说她下车的地点 对 那我们后来就去那附近调监视器 就是有调到她跟一个男的进去一天 这男的是谁 依照外形看起来 和这位彭小姐有年纪差 还摸了摸她的头 是男朋友吗 真的不是她男朋友 她男朋友不可能去找一个 年纪那么大的 她比我都还大 怎么可能去当她男朋友 以她们两个的动作来看 真的不像情侣 因为那女生会有一点 稍微闪躲的意思 就是对那个感觉 不是情侣 那她们究竟是什么关系 她们的赖就是很深处的对货 就感觉这女的 就从她家 刻意搭机程车去住的男的家 然后是有什么目的 她们的对话记录 看起来都不像男女朋友 然后我记得上面 好像有提到钱的东西 不是男女朋友有提到钱 怎么回事 警方决定上门找人 挖掘真相 后来就陪同她妈妈 隔天跟她妈妈去她家那种大楼 然后就去敲门 结果敲门敲到一半的时候 就是听到里面有繁琐的声音 那大概过了十分钟 就是一直都没有人出来 有声音 但人呢 后来就楼下有一个邻居就跑上来 因为刚好我们那时候 两三个同事在现场 那有一个邻居就跑上来说 就是楼下有人跳楼 对 那我们就赶快冲下去楼下看 现场园景一查 发现坠楼的市民通气犯 一比对长相 天哪 这不就是警方在找的人吗 后来我们就是 她跳我们 然后我们破门进去之后 我们有去去阳台看 那她阳台栏杆上面有 就是有绑一个塑胶水管 但是因为这个死者的体重 比较重一点 那这个橡胶水管 没有办法承受她的重量 导致说我们在研判有可能是 她当初想要垂掉下去 可是没有办法承受她的重量 结果变成说这个水管断掉 那死者直接从六楼掉下去 对 那掉下去之后 可能就是撞到头什么的 然后就当场就死了 原来跳楼的陈世民通气犯 是为罪潜逃吗 同性女子的失踪 跟她会有关联吗 警方继续追下去 之后我们就是有请 就是小绑队进来破门 那我们破门进去那一间 开锁进去那间之后 发现就是要找的 这个女生不在里面 可是她的外套 然后鞋子跟她的手机 就是iPad 那iPad是有门号的那一种 然后就是还有她家里的钥匙 都在这个死者的家里 但是女生已经不在里面了 警方在屋内展开调查 发现四处凌乱 但怪了怎么浴室特别干净 那接测中心来之后 有在她家里的浴室的 就是拍水口 然后往下探车 然后就取到里面的东西 有发现这个女生的血迹 对那后来也在 她家里找到一把美工道 那美工道上面 也有这个女生的血迹 对就是我印象中 是这两处有血迹 难道彭信女子已经遇害了吗 但凭着手量的血迹反应 也不能妄下定论 妈妈更是没放弃 任何一丝希望 她妈就是很担心 她女儿的下落 所以她妈会 就是可能 我们这边的 我们这边一边在侦办 然后她妈也会去找一些 就是 因为找一些民俗的 那个方式去问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当时透过民俗方式 得到这个答案 那时候我去 就是请菩萨来指引的时候 那是通道的是 她当时是很冷 她很冷 然后也确实 她的风波是查不到了 所以表示这个人 已经是没有气息 那很冷的当下的时候 那时候有去仔细去给她看 她是在水里没有错 我妈是梦到说 她在旁边叫她阿嬷阿嬷 就是拿了那件外套 从那现场看到那件外套 我就感觉她跟着我走这样 而且那时候 我穿上去做笔录的时候 是全身发抖 法师的说法 跟朋友妈妈梦境 不谋而合 这是女儿的暗示吗 不过警方办案 讲求证据 只是这案子越办越不可思议 怎么回事 办什么都是 一直就是阻碍一大堆 就一开始 先开始我们调 这栋大楼监视器 本来看得好好 它大楼监视器是在地下室 然后我们看到一半 结果监视器突然整个坏掉 整栋的都坏掉 明明之中 似乎有股力量 阻碍着警方办下去 但平白无故 一个三十出头的女生消失 再怎样也得找出头绪 然后她妈又怀疑说 是不是 她被藏在这个 死者家里的冰箱 后面或什么之类的 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 白天中午12点嘛 我就陪她妈妈两个人 然后带着一个同事 我们三个人去她家 那死者家里 然后我们又把 整个家里翻了一次 就包括冰箱 我们全部都移开来看 然后天花板 所有可以藏的 求证空间我们都翻过一次 然后包括它 这一栋大楼地下室的 那个化粪池什么 我们全部都翻开过 警方当年找了好久 甚至连焚化炉的垃圾袋 也陪着妈妈 一袋袋地找 但终究是一场空 最后再透过民俗方式 得到了这个解答 那刚刚问一下说 那你到底 你现在知道你在哪里 他跟我说 他身上很热 然后有被烧 有被烧 他这边往的是 他说这个是屏东的山区 那屏东山区的时候 他说斜坡上去 那斜坡上去的时候 他有看到有一个铁皮屋 那铁皮屋旁边 会有一只电线杆 电线杆旁边会有垃圾 然后他就在这个旁边 对 所以他的灵魂来讲的话 目前就是被困在那里 能和冤魂沟通的通灵师 语出惊人 给出了和当年 不一样的线索 所以他还是会 希望请求 就是说能够 让他的妈妈 跟着警方有没有 能够把他带回家 然后他想要让这两个 因为还有两个 他说还有两个人 对 都是男生 男生 那两个都是男生 难道说 嫌犯另有其人 那么刚刚提到的通气犯 到底是谁 彭履失踪 跟他有没有关联 一连串的谜团 该怎么抽丝剥茧 还给家属一个真相 他不是一个 不会面对的人 他什么事情 他都会去面对 去解决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女儿失踪 妈妈伤心欲绝 警方持续挖真相 妈妈判的是一个奇迹 在基隆著名的景点 海门天险风景秀丽 吸引了不少民众 雇名而来 不过在网路上 有很多文章说 如果到了黄昏时分 夜幕低垂 海门天险就成了 活人禁区 这些文章内容 写得会先会议 说当地居民 常常在半夜听到 喊打喊煞的声音 还有清朝的女子 会在路边搭讪问路 不过这些鬼类 到底从哪里来呢 原来海门天险 在清霸战争的时候 清兵死伤人数破千 就地挖了三个大坑 来埋葬 就是乱葬钢 另外同样是在基隆 战略据典的 大五轮炮台 也有不少的诡异传说 据说还有情侣 被突然出现的军魂 吓得落荒而逃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位于基隆西北方的 大五轮身上 有一座将近两百年历史的 大五轮炮台 每逢假日 都会有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可是传闻一到黄昏时分 大五轮炮台就成了 活人禁区 哇 这边能量直接充满 恐怖啊 这段影片是夜游探险家 齐鸣自穿带着从国外 购得的侧轨仪器夜闯大五轮 但车只开到了半山腰 侧轨仪器就侦测到 不寻常的能量讯号 而且这股神秘的能量 来得又快又猛 闹得蛮凶的一个地方 而且这个地方我之前 跟许瑞有来过 而且我们甚至在里面 晃到鬼大家 难道在山里兜兜转转 找不到出路 是不存在的灵体 给擅闯恐怖 近地的夜游探险家 最后的通牒吗 还是他将会遇到 更不可思议的事情 有一些人呢 曾经在这边 有听到一些 好像是操兵的声音吧 半夜的操兵声回荡在荒废多年的 大五轮炮台 坊间传闻是在一次战争时 死了许多将士 导致这里冤魂离散 当时日本人还曾经派了一个 汉奸 就是假装成和尚 然后到那个地方 就是说去化园 就当时均匀的人 就让这个和尚在那边住了三天 于是这个和尚 把这个地方摸清楚之后 回去跟日本人讲 于是日本人就 针对几个重要地方 做密集式的轟炸 这个传说被以而传而许久 事实上大五轮炮台 是历经十九世纪 鸦片战争和青发战争的历史炮台 而且在日治时期 日二发生战争 日方也为了防御基隆 重新修建 跟传闻中的故事相差甚远 不过民俗专家清零现场 却有意外发现 这个地方有一个鬼王 它这里的鬼王 所谓的鬼王 它有这个能力去吸收 所有的孤魂野鬼 包括五祖魂 包括鬼也跑掉的 全部把它吸收来这个 金融这一块 那这个炮台呢 在当地其实也非常有名 那甚至有人说 这一个地方是一个禁地 没事最好 晚上少来 叶犹太险家的告诫 不是没有道理 晚上不要来 不仅是因为大五轮炮台 充满诡异气氛 有时候还会直接给你回应 假如你们是军人的话 请再能量再给我强一点 OK 基本上它已经跳到红灯这一块了 那我现在来看看 GOOSE EATER的答案是怎么样 答案是一下 OK 第二次的答案也是一下 代表是说 他们确实是军人没有错 业游探险家的测轨实录 是真是假 无从得知 但是关于大五轮炮台的诡异传闻 人众修纷纭 这地方好运思能够走 还白帅有我 曾经有一对情侣 他们就是来这边玩 然后他们来这边玩的时候 突然间就是 那个男生本来 一直想要捉弄他的女朋友 那女朋友 其实来到这个地方以后 就很害怕 但是他就一直不敢带她走 他女朋友就有点不高兴 那不高兴了之后呢 他们走到了好像是这个房间吧 我现在走过来的这个房间吧 这一个房间 就是这一个房间 然后他男朋友就是 就让他女朋友先进来 然后结果要吓他女朋友 再想要在后面装轨吓他女朋友 结果呢 就一到靠近窗户的时候 哇这时的一个就是戴那个军帽的军人 然后就从那个整个窗户这样 看他出来 然后他们整个人吓一跳 然后就落花 吓到落花了 然后他 情侣惊吓过度 匆忙下山 却有一票人不信邪 想一探诡异禁区 那当然早期很多年轻人都喜欢来这边试探嘛 呃 长眠在此的一个军人 然后那个 他们就碰到了 不知道是不是在这边啊 我把镜头转给大家看一下 他们好像在这个附近吧 你看其实看得到前面还有一些椅子可以坐人 吓 他们其实就在这附近 吓 看到了 一个人就坐在那个椅子上 他们就觉得有点 就觉得 看那个人是不是他有什么事情 当他们准备要过去要跟他 问看看 有什么事情的时候 没想到 他们其中 这一群里面 有一个是打鸡 那他突然间怎么突然间 踢挡 但是呢 他一车拆一起下之后 人就昏倒了 那这群人也觉得不对劲 也不敢往前继续靠过去 所以 那一个人就被他抬下山去了 那抬下山之后 人家问他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他来说 他当时来到这边 就非常会看到很多的那个军人 一直击他 一直击他 然后他才觉得这个地方不对 连他他才会起打 起打之后 没想到他就被这些人 把他弄到晕倒 这样子 8月7号这天 我们和夜游探险家齐名 再度探访 号称台湾恐怖胜地的大五轮炮台 他这个反应就是有反应的状况 他这样就会直接跳到右边 然后继续有一些声音出现 一个房间 就是之前 那一对骑虎在闹的房间 然后就看到 后面那个窗户 有一个人就这样慢慢的升上来 但是 但是当时那边都没有半个人 就是在这边 这个房间会有反应的话 我其实也不会有太大的那边 对 我相信其实什么东西 都卡在这个地方 对 夜游探险家的侧轨仪器 机顶亮起红灯 这被界定为灵体已经靠近 但是否因为附近有金属 或者手机讯号 因此影响侧轨仪器 就不得而知 对不起 这里不得 没有 台湾治安史上一起重大的案件 当时才9岁的小学生陆正 下课之后被绑架 歹徒打了电话给家属掉熟机 结果给了钱之后 案子却是一点进展都没有 在事发大约10个月之后 台北市刑大宣告破案 逮捕了很多的人 而主贤就是这位邱和顺 他后来也被法院判处死刑 不过同时间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 说台北市刑大是为了尽快破案 让邱和顺成了待罪高养 真的是这样吗 之后更流出了远景行求的录音档 时至今日邱和顺 已经被关押了超过30年的时间 成为了史上被关最久的死刑犯 从一个少爷变成了白髮苍苍的老头 人真的是他杀的吗 1987年12月21号晚上 一通神秘电话打到陆家 男子一开口劈头就是要钱 到底怎么回事 买谁的手又是买谁的脚 一头雾水的陆家突然回过神 因为对方说了这句话 我们那时候打电话说 我们接不到小孩子什么的 我们的问他说 他说那个 他说有人打电话过来了 说什么你的小孩在我的手里面 什么的 你把我吓坏了 真的是吓坏了 接到电话的时候 九岁的儿子陆正确实没有回家 怎么办呢 先准备好赎款再说吧 陆正案就是一个 应该是台湾第一期 就是小孩子又同被绑架案 儿子真的被绑架了吗 民国76年 那个民风保守的年代 怎么会发生学童被绑架案 这可不得了 这起案件当时震警社会 因为被绑走的就是小学生陆正 鲁人老鼠可是精密犯罪 幕后的藏镜人究竟是谁 那这件事情就爆发之后 就是警察他们破案的压力 是非常大的 发生这么大的事 社会舆论肯定没少过 警方的压力大到喘不过气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案情停止不前 遇到瓶颈了吧 九个月之后 台北市刑大宣布抓到主嫌了 邱友顺的名字 瞬间登上各大报纸头条 苗栗竹男的这个小混混 真的是他犯下了这起 害人听闻的鲁人勒鼠案吗 邱友顺被认定就是陆正案的主谋 1989年1月 他被新竹地方法院判处死刑 但他就是不服气 不是我们做的啊 对不对 他证据什么都没有啊 每次都是这样子啊 陆案被告出庭 替自己大声喊冤 难不成凶手 另有其人 那叫陆阴跟他进来 不要 去跟他进来 不要 不要 不要老实讲嘛 之后流出陆案被告余志祥 遭到刑求的录音档 从录音的内容不难想像 他遭到了什么样的对待 邱和顺了 你现在搭接着吗 我不知道 那我们可以 那是在看吧 尽管当年流出的录音档 欠缺邱和顺被刑求的部分 但这让邱和顺的辩护律师 更加确定 录案的自白书 可能就是在被刑求的状况下所写的 真的让我听到说 辣椒水拿进来 然后你不说 然后怎样 就开始骂赞话 开始打他 其实对我来说 当时其实对这一段的过程 的询问过程是非常地震惊的 现在我在问你 我现在还没拿进来 你现在好 我跟你讲 那个尸体现在到底在哪里 在新竹那个 新城堡堡山那边 1994年监察院弹劾了 侦办杜正案的实名园警 和两位检察官 刘氏在办案时 施以强暴脅迫 以及草率结案 台北地检署也起诉了 这个案子当初实施 刑求的原警 这些刑求的原警 因为违征罪跟业务伤害 业务伤害 业务伤害 职务伤害 所以都被判有罪 所以它等于是台湾484 是要刑求罪行罪 罪证确凿凿的一个案件 邱耀顺的辩护律师还感叹 这样的判刑却无法连带还给 陆正案被告等人一个公道 而且许多质疑点也被一一提出 警讯的过程里面他就讲了 他讲说当天早上 我们看到陆家开车送陆正上学 那我们觉得开车的人就是有钱人 所以我们就守在校门口等陆正下课 陆正下课之后我们就跟到补习班 然后到了补习班之后等他放学 放学之后我们就把他录走 这个是自白的讲法 法官按照自白书的内容判决 但却跟事实有些出入 结果陆正德当下就转过头去 对那个警察讲说 当天我们不是开车送他去上学 他是坐公车去上学的 开车坐公车差这么多 但是这些证据都没有被法官惨性 看过这个案子的卷容之后 每一个人对于他的无辜 我认为都是百分之百确信的 辩护律师和民间组织 坚持邱和顺有约 案子就这样不断上诉 不断遭到驳回 一路纠缠到了更11省 这个时候邱和顺 已经被关押了将近20年 最坏的情况那个时候 我估算就是接手之后 就会来回的 不断地继续更神 那在那个更神的过程里面 大家想办法继续再 再让正面的 对这个案子有利的讯息 释放出来 这个社会知道说 这个案子是大怨特怨 那这样子救援是有希望的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2011年最高法院 不会上诉 未知跟11省判决 邱和顺死刑定业 随时有可能执行 马上就有死刑执行的压力 这是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的 尽管最高法院的判决 对救援邱和顺的组织来说 是沉重的一击 但他们却没有放弃救援希望 时至今日 邱和顺已经在北索30年 从年轻气盛的少年郎 变成白发苍苍的老头子 也成了台湾史上被关押最久的死刑犯 连国际都注意到了这起特殊案件 国际特殊组织他们有票选说 全世界最冤的案件 那让大家去了解以后 邱和顺应该是全世界第二名的案件 尽我可能的求救的机会 然后跟不仅跟社会大众 我也在跟司法求救说 请你们拜托你们 只是民间团体替邱和顺深渊的做法 看在陆镇家属眼中 又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案子从发生一直到定业 经过了多少的警察 地方法院的法官 高等法院的法官 最高法院的法官 然后一再发回更审 几十庭 难道这一群司法的官员这些法官 他们都是草包 那一些人权分子 居然凭着你自己的想像 你认为一个人被判死刑的那个人 居然是无罪的 尽管民间团体提出了不少资讯 陆爸爸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场 绝不动摇 你杀了人 你一定付出代价 法院叫你付出的代价就是要你死刑 这个就是你的代价 过去十几年来 每次的更审和每件相关资料 陆爸爸都仔细看过 不想在伤痛中 不断沉沦 他要靠自己揪出奪揍儿子的凶手 我对邱河顺亲自 我们两个坐的距离就这么远 静静的 我问他一句话 你怎么知道我电话号码的 他说啊 我是从陆镇的家庭书包里面的家庭联络部 知道你们家的电话号码 这件事情不要说警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啊 因为我不看那个陆镇的家庭联络部的 请问警察怎么寻求的 警察他不知道的事情 他怎么要寻求你 是你讲出来的 而且一个故事啊 我今天问你 你讲一套 我等了一阵子我再问你 你讲不出来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经历嘛 你没有经过这件事情嘛 嫌犯他们知道为什么 他经历了所有的这些作案的过程 没有寻求这个问题 失去挚爱的痛 没有人能够理解 内心的煎熬也没有随着时间慢慢消失 我没有放下 我有时候觉得说 我如果我在做一些这种生意 我如果有一个 像我陆镇老中三十几岁的那种 人来帮我忙 来做一些事情 我不知道怎么样 会如虎天意啊 讲到激动 陆爸爸还是红了眼眶 三十年了 他还是一直惦记着 那个乖巧 温顺的儿子 我这个陆镇老他非常的乖 很乖巧 又听话 又可以说善解人意 损失这样的小孩子 你怎么弥补 打从心底就认定邱和顺等人 就是绑走陆镇的真凶 陆爸爸自始至终 都相信司法做出的决断 希望有生之年 能看到犯人伏法 你干了这个事情 你就要付出代价 我有这样这样子的想法 今天我如果犯了这种 辱人啰嗦 撕票的这么勾当 我被强逼 我认为理所当然的 杀人偿命啊 受害者家属和救援者 两个世界没有交集 所有人想要的很简单 就是一个真相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五奇怪奇物语 如果您喜欢我们制作的节目内容 欢迎订阅YouTube频道 我是夏浩元 我们下周再会 它的谈见 联系 是 听 是的 您 感谢观看